求離婚的項目當中 並沒有是因為外語來提出這個部分 他們只是提出來讓婚官知道有這個事情 在當時我們看到這個東西之後 夏天回過頭才發現說 他的那個Facebook帳戶是曾經被侵入過的 他根本沒有去過香港 這個時候也疼痛到 他沒有計劃要去香港 解雇之後從來就沒有再跟他有任何的聯絡過 皇家謙和夏克利的離婚官思想為落幕 31號又遭周刊爆出 夏克利曾在9年前用臉書私約 當時家中的女醫工去飯店報稅 甚至因害怕被對方老公發現 要求女方閃掉對話 但夏克利堅持罕冤 聲稱帳號是被駭客入侵 並前往警察局報案 夏克利的律師陳又欣 稍早接受中式新聞網裝訪 也回應了夏克利與該女醫工的關係 這個保母 我們其實應該是說 是他們很久以前 十多年前的一個保母 我們當事人那個夏先生跟他 他已經非常非常久 完全沒有聯絡過 所以意思是 其實夏先生跟這位女保母 是沒有私交的嗎 他們的大概之前的聯絡 是到哪一部分 事實上是在很 在他們子女非常小的時候 應該是他太太那個時候 請了移工 他太太太那個時候請了移工 那這個時候後來好像配合得不好 後來就 就 解雇之後就沒有再 從來就沒有再跟他有聯絡 任何的聯絡過 那這一次是怎麼會被周康所得知 就是有這樣的一段關係 是在官司中被提出來嗎 在這一個訴訟當中 確實曾經也提出過這個部分 但是因為這個部分 本來就不在這一個 原告他們提出來的訴求當中 所以說 他們的請求 請求離婚的項目當中 並沒有是因為外語來提出這個部分 所以最後在提出的時候 法官有明確來問過 這個 這個原告他們的律師 就這部分請指教他們 那他們是說 這個部分他們只是提出來 讓法官知道有這個事情 但是並沒有要求法官 就這個部分去做調查 那在當時我們看到這個東西之後 夏先生才回過頭才發現說 他的帳戶是被 他的那個Facebook帳戶 曾經被侵入過的事實 他的這個報導當中 他有截到一段那一個 他本身的那一個 Facebook的一個截圖 那個在6月16號 上面就說他的系統被入侵 那針對這件事情那一個 Chris他也在這一個 6月17號已經向終身分局報案 提供這個訪案電腦使用這個部分 他根本沒有去過香港 他根本 那個時候也疼痛到 他根本沒有計畫要去香港 是不是 我們從證據資料上面看出來 他被 最後的那一段是在 大約是在5月初的時候 那麼5月初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Chris他正好就是 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他就常常因為 他那個時候的那一個 被捕的那一個追尖盤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常常必須要去急診 他根本沒有時間 也沒有那個精神 去處理 處理這樣一件事情 那夏先生心情如何 目前來講他當然是很 覺得很遺憾啦 那不過因為他現在人 他已經 因為他回去 因為他最近他父親的 那一個健康狀況有點問題 所以他回加拿大去了 那這個部分可能必須要 他回過台灣之後 再來處理這個部分